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便隔前夜 全民焦虑 紅二代能否對集出手 這兩大行業霸工潮最嚴重 民變或衝擊中共生存 中國五大領域全面崩塌 數據足目驚心 仿中不脫勾 維護國安事守衛 中共兩要求被刊拒 押止中共侵台 美國部署大規模自動武器造抗衡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中國社會現在幾乎是一團亂麻 由高官去到百姓 由知識精英去到企業家 都表現出看不到前途的焦慮 在這種大便隔的前夜 是否會出現中共紅二代 為了保住黨外利益 而對習近平出手呢 8月28日 美國之音發表 女美時評人鄧栗文的文章 認為社會情緒可以看作 是人民對本國政府的評價 目前中國社會罹慢的情緒 已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也就是說中國民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 好像瘟疫一樣周圍蔓延 無論是證據高位 還是說處於社會最底層 都感到信心的崩潰 對百姓來說 面對失業的威脅收入下降 養老金減少和沉重的房貸 對於中共各級官員來說 現實就是無優子的政治學習 和對領導人的忠誠度測試 以及是反腐的壓力 對企業家來說 現實就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 和破產的威脅 對知識分子來說 現實就是苦於不能夠說話 由上到下 民眾終於厭倦了 中共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 想要改變命運的人 要是移民 要是就偷渡通過走線去的美國 而不想或者沒有能力改變命運的 就只能夠內卷和躺平 登律文認為 中國現在好像文革末期 或者六四結束之後的那幾年 民眾對中共極度不滿 對現狀極度沮喪 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 也可以說是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 中共倒台會是遲早的事 而那些靠著父輩獲得豐厚利益的中共紅二代 是不是會對習近平動手 意圖讓中共慢點衝下懸崖呢? 對此 視頻人顏上歐澤民分析說 紅二代要取得共識是不容易的 因為稍有風吹草動 就會被習近平置於死地 抄家滅族 其次即使推翻了習近平 由誰來主持大局 相信這些紅二代自己都會吵到擦天 因為他們當中沒有人可以建立足夠的權威 再次即使紅二代他們有共識 但用什麼手段才能安全度過 也是個大問題 搞不定的話就是要爆發全面的內戰 對紅二代來說都是死路一條 最後真是扶持新的天子上台 他又憑什麼可以得到民眾的信任和西方的支持呢? 中共已經徹底暴露了自己的邪惡本質 也都沒有人會相信他可以脫胎換骨 硬順勾認為 紅二代明知習近平會毀了中共 但是又找不到自亂世的梟雄 只可以憂心忠忠 自天亡地 而有無所作為 中國經濟陷入困境 直接影響到百姓的生存問題 今年以來 罷工和抗議事件不斷湧現 有分析認為 一旦民眾的路火爆發 就會衝擊到中共的全網 日經亞洲8月28日報道 據飛行離組織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數據顯示 中國在今年爆發的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發速上升 2022年830宗 而今年正在上半年就發生了741宗 在工人罷工事件當中 一般都是以建築業最常見 但今年的製造業成為了罷工事件的主要來源 在5月就發生了59宗 而製造業又以電子業和紡織業領域發生的罷工最嚴重 據抖音帳號《正正的回憶》 在今年初發布的一段影片顯示 一班工人站在江蘇省江鑫市 會距槍紡織工廠大門前 影片上的配文寫說 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倒閉了 現在我沒有社會保險都沒有錢 日經亞洲報道 隨著美中關係降溫 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由中國撤離 會出現大量中國工廠倒閉 所以中國工人的抗議事件會持續增加 不單止工人罷工 群體性抗議事件都不斷出現 巨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發布的依然網最新報告顯示 中國在今年4月到6月一共發生了583宗群體性抗議事件 典型示例就是因為中共當局尉捕北京洪安 在今年7月底向河北鳥州、霸州等地無預警洩洪 引發災民的抗議 有影片顯示霸州市王莊子鎮更加保川村民 去到政府那里讨要安置费 几千人在8月23日凌晨 去到市政府安置部门所在的刑品大厦点蜡烛抗议 并扔碎了玻璃大门 有网友说 霸州起意第一枪 星星之火蜡烛点起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 中共整得陷入民变的恐慌 在外有多方制裁 还有美欧脱欧 在内有外加部的内斗 火箭军高层不忠诚 以及经济难以提振的重压 而越来越多的灾祸 都令民众在积聚愤怒 愤怒一旦爆发 就会危及到中共政权 和习近平的政治安全 中国7月份在投资 外贸、地产、金融和消费 这几项重要的经济数据 现在基本已经全部发布出来 被人的感觉是全面崩塌 据政经评论人士老漫分析说 首先要看中国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今年1到7月的固定投资总额 是28.59万亿 去年同期数据是31.98万亿 投资分为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老漫认为 最麻烦的就是民间投资的坍塌 今年1至7月 民间投资只得14.94万亿 去年同期数据是17.81万亿 降幅高达16.1% 看来中国老百姓真的不投资了 主要是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 公司正处于高速萎缩状态 可推断出中国经济必然进入长期萧条 而中国老百姓能否维持温饱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点是中国海关发布的货物爱贸数据 今年1到7月的出口 是19449亿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的20627亿美元 降幅是5.7% 第三点是房地产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销售面积 整体营缩高达13.7% 今年7月的销售面积平方 是7048万平方米 同比去年7月的销售面积 9255万平方米 降幅已经达到了23.8% 第四点是金融 老漫认为 今年7月金融数据当中 最令人惨不忍睹的 就是中共央行发布的 社会融资增量数据 其中 人民币贷款增量 在今年7月只得回364亿 几乎是清零 今年6月的人民币贷款增量 是三万多亿元 去年7月份的人民币贷款增量 是4088亿元 上述四个方面的数字 说明了老百姓不投资 外贸还不动 民众不买房 所以就不会再借贷 所以中共的印钞机都开不动了 老漫预测说 中共当局跟着下来 只得回毛毛印钞 贫空印钱一条路 最终出现的就是毛与伦比的通胀 第五是消费 今年1到7月 线上消费是 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一亿元 对比起去年7月的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亿元 增幅只有百分之零点九 这个表明消费随时都会陷入萎缩 老漫认为 今年1到7月 这种整体性的全方位的数据坍塌 是由1980年以来从来都没发生过的 也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第一次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于27日 去到中国展开四日访问 他表示美国不会和中国脱欧 但在安全议题上面不会让步 对中共的两个要求都赶然拒绝 据发生社报导 8月28日 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部长黄文涛进行会谈 雷蒙多发出警告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我们不会妥协都不会谈判 雷蒙多重新了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厂方针 强调美国的出口管制 正是针对涉及明显的国家安全 或者人权影响的技术 而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经济增长 台湾中经院WTO和RTA中心副执行长 颜韦恩向希望之声表示 雷蒙多很清楚地说到 国安议题是绝不能妥协的范围 例如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电脑这些 美国都说我只是去风险 但实际上这些产业的去风险就等于脱欧了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国安有关的领域 在这些特定的领域 美国采取小院高厂这个策略 也就是说它会将这几个领域保护得非常好 而这些领域它基本上不会等中共未来还会插手 甚至由这些领域再去不劳而获 获取到美国技术的空间 雷蒙多在8月29日会见到中共总理李强 副总理何立峰等人 雷蒙多说到 美国和中方保持着每年7000亿美元的贸易来往 他直言 拜登总统等我来到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不寻求脱欧 但雷蒙多都强调说将国家安全摆在优先位置 据老头社报道中共要求美国政府缩减对中共的技术出口管制 并撤销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 雷蒙多对此表示 美方回拒 随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欣斯也直接说 我们的技术限制是不用谈判的 雷蒙多和中共官员说 希望有关出口管制的对话有助提升合规性 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和他反映说 中国不可投资 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风险太高 雷蒙多说 中国以国安移类为由 禁止采购美国的部分产品的行为没有道理 如果中国违反法治 美国将会挺身对抗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日前公开表示 美国将会在多个领域部署 包括无人机和无人艇在内的自动武器系统 来对抗中共在数量上的武器优势 居自由时报报道 8月28日 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在华盛顿举行国防新兴科技会议 希克斯在会议中表示 中共的主要优势在于大量较多的船艦 飞弹和较多的兵力 美国要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呢 对此 希克斯提出复制者计划 目标在未来的18至24个月 在多个领域以数千亿规模 部署内消耗的自动武器系统 以此来协助克服中共国的武器数量优势 希克斯都指出 内消耗自动武器系统是指成本低 人员风险少 并可以通过较短的前置时间来去做更改 更新或者改良的武器系统 来达成美军的大规模 而且要在策略谋划 灵活性和战略上面来超越对手 美国国防部长期在自动武器系统方面进行投资 其中包括无人机和无人艇 美国媒体政客指出 美国因为担心中共可能在十年里面 具有侵略台湾的军事能力 所以五角大楼正在对中共 在太平洋地区形成的威胁 组出尽力抗争 而美国国防部都在努力加快提高生产能力 补充因为缓污而消耗的飞弹等武器库存 而这些武器都可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应用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